在这段视频中所介绍的指引是反映了温哥华警察局的政策 在市中妇女调查委员会的建议下 这些指引目前正被适用为全省性的政策 目标在于保护BC省各地的性工作者 温哥华警察局呈现温哥华警察局性工作执行指引 你好 我名叫亚当破莫 是温哥华警察局局长 温哥华警察局致力于性工作者一起解决他们可能会遇到的暴力或剥削等问题 并认真的对待性工作者的投诉 温哥华所有公民的安全 包括性工作者的安全在内 是我们作为警察的工作重点 我们知道还有未了的工作 但是我们一直在做出改变并学取更好的方法来加强安全 我们希望你能和我们一起建立一个在性工作者 社区和警察之间的新型关系 谢谢 具有争议性的问题 总是会出现在温哥华的多元化社区里头 心理健康 药物滥用 无家可归 以及边缘化人士被剥削等种种挑战 只是温哥华警察部门在日常现实中所面对的几个例子 这些挑战促使温哥华警察局调试出新的想法 以及在观念和警务工作实践方面做出改变 例如 随着时间的推移 温哥华警察局对于药物滥用问题已经另有看法 当处理在公众场所使用毒品的问题时 我们现在优先顾及到的是毒品使用者和周边邻里的安全 温哥华警察局在处理性行业相关的问题时 也正经历着同样的改变 性工作执行指引 使用于所有在温哥华市内从事性工作的人 它代表了本地执法工作的最佳实践 以便弥合在温哥华警察、性工作者以及社区之间的隔、和 在警员的日常工作过程中 他们会与性工作者接触 这些指引解释了警员与性工作者之间互动的最有效方法 同时专注于安全、尊重以及关系的建立 我们要确保你明白 温哥华警察不会认为你是坏人 而且不会因为你从事性工作 而论断你 事实上 成人之间自愿的性工作不是我们的执法重点 对于我们来说 重要的是那些涉及到儿童、青少年、暴力、犯罪性剥削 帮派、贩卖人口和有组织犯罪等情况 以往 许多在温哥华的性工作者 一直以来都缺乏对警察的信任 我们真切希望能与性工作者有良好的工作关系 一种基于相互尊重的关系 我们知道由于缺乏信任 很多针对性工作者的罪行都没有向我们举报 所以我们真切希望能一起联手来做出改变 当暴力事件发生时 我们希望能听到性工作者的举报 性工作者是我们社区的成员 这些举报和任何其他人的举报都是同样重要的 性工作者的安全是我们的首要关注 有的时候我们会收到其他社区成员针对性工作者的投诉 使到我们必须做出回应 发生这种情况时 我们会尽量使用最不带侵犯性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而且我们将确保性工作者的权利和安全也受到尊重 在保护我们这座美丽的城市方面 我们都负有一份责任 噪音和丢弃物是我们听到的主要投诉 无论是在户外还是在室内工作 性工作者都应该确保对邻居的尊重 以便减少社区的投诉 并确保不在学校有了场地或托儿中心的附近工作 请切记 性工作执行指引只适用于温哥华市 大温哥华地区的其他警察部门 是不受这指引的约束 而且将会按照他们当地的政策 及实践要求与性工作者打交道 虽然指引并不否认联邦政府有关卖淫的法律 但是我们会致力于首先遵循指引 以改善性工作者和社区的安全 我们想了解我们的工作做得如何 如果有的时候 性工作者认为他们并没有受到 温哥华警察局的公平对待 我们希望他们能与我们 或者当地的支援机构联系 我们将共同努力解决问题 这样我们才能继续有所改进 请问您 点赞 订阅情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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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